台湾第一美女的称号 两人都是出了名的发甲美女 据肖强说 林志玲当年还是站在自己身后的模特 可失音是现在肖强负面缠身 谈及肖强就不得不说马景涛 肖强的辉煌是离不开马景涛的 肖强在读书期间一直一边读书 一边拍广告兼职赚钱 一个偶然的机会下遇见马景涛 马景涛看他长相甜美就推荐给了朋友 21岁的肖强也才拍摄了人生的第一部电视剧 之后的每一年都有两三部新戏 只是新人露脸的戏份就比较少 也是凭倔强和不服输 肖强坚强的打了下来 在后面合作了焦恩俊一举成名 可惜的是 红不了几年的时间后 自己偏偏去把清纯面相整容成大麻像 失去了很多机会 也彻底奠定了肖强事业的没落 如今49岁的他依然单身一人 时不时又传出他付出拍戏的新闻 还付出了专门改了名字 改叫肖盈盈 可是改了名字还是没有再次翻红 只能靠参加一些活动赚钱捞金 还记得在他刚走红的那一年 有人拿林志玲和他比 他曾一脸不屑的说 他能红十年再跟我比 如今已经过去了十几年了 林志玲依然红火 自己去名声大落 不得不感糖